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沙发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 在犹大全地宣告进食 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 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 约沙发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 站在耶和华殿的心愿前 耶和华 我们列祖的神啊 你不是天上的神吗 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 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 无人能抵挡你 我们的神啊 你不是曾在你名以色列人面前 驱逐这地的居民 将这地赐给你朋友 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 他们住在这地 又为你的名建造圣索 说 唐有祸患临到我们 或刀兵栽殃 或瘟疫饥荒 我们在急难的时候 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 你必垂听而拯救 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 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 你不容以色列人 侵犯亚门人 摩押人和西尔山人 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 不灭绝他们 看啊 他们怎样报复我们 要来驱逐我们处理你的地 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 我们的神啊 你不惩罚他们吗 因为我们无力抵挡 就来攻击我们的大军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 我们的眼目胆仰望你 有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 妻子 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 那时 耶和华的灵在会中 临到立位人亚萨的后裔 马探亚的玄孙 耶利的曾孙 比拿亚的孙子 萨加利亚的儿子 亚哈希 犹大众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 和约沙法王 你们请听 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 不要因这大军恐惧金黄 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 乃在乎神 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 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 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骨口 遇见他们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 这次你们不要争战 要摆阵站着 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 不要恐惧 也不要惊慌 明日当出去迎敌 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约沙法就面浮于地 有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叩拜耶和华 戈侠族和可拉族的立位人都起来 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次日清早 众人起来往提戈亚的旷野去 出去的时候 约沙法站着说 有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要听我说 信耶和华 你们的神就必立问 信他的先驱就必亨通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 就设立歌唱的人送赞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 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扶兵 击沙纳来攻击犹大人的 亚门人 摩亚人 和西尔山人 他们就被打败了 因为亚门人和摩亚人起来 击沙驻西尔山的人 将他们灭尽 灭尽驻西尔山的人之后 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沙 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 向那大军观看 简尸横遍地 没有一个逃脱的 约沙法和他的百姓 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 在尸首中建了许多财物珍宝 他们剥脱下来的 多得不可惜待 因为甚多 只收取了三日 第四日 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 在那里称颂耶和华 因此 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 直到今日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都欢欢喜喜地 回耶路撒冷 约沙法率领他们 因为耶和华 使他们战胜仇敌 就欢喜快乐 他们弹琴 鼓塞 吹号 来到耶路撒冷 进了耶和华的殿 列邦诸国 听见耶和华 战败以色列的仇敌 就甚惧怕 这样 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 因为神 赐他四尽平安 约沙法 作犹大王 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 作王二十五年 他母亲名叫阿苏巴 乃士利西的女儿 约沙法 效法他父 亚萨所行的 不偏左右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只是 丘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也没有 立定心意 归向他们列祖的神 约沙法 其余的事 自始至终 都写在 哈拿尼的儿子 耶和的书上 也载入 以色列诸王祭上 此后 尤大王约沙法 与以色列王 亚哈谢交好 亚哈谢行恶太甚 二王合伙造船 要往他师去 遂在以寻加别造船 那时 玛丽莎人 多大瓦的儿子 以利以谢 向约沙法预言 因你与亚哈谢交好 耶和华 必破坏你所造的 后来 那船果然破坏 不能往他失去了 约沙法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兰 接续他作王 约兰有几个兄弟 就是约沙法的儿子 亚撒利亚 耶歇 萨加利亚 亚撒利亚 米加勒 士法提亚 这都是尤大王 约沙法的儿子 他们的父亲 将许多金银 财宝 和尤大帝的 坚固城赐给他们 但将国赐给约兰 因为他是长子 约兰兴起 做他父的位 奋勇自强 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 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 约兰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八年 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与亚哈家一样 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 却因自己 与大卫所立的约 不肯灭大卫的家 照他所应许的 永远赐灯光 与大卫和他的子孙 约兰年间 以东人背叛尤大 脱离他的泉下 自己立王 约兰就率领军长 和所有的战车 夜间起来 攻击围困他的 以东人和车兵长 这样 以东人背叛尤大 脱离他的泉下 直到今日 那时 利拿人也背叛了 因为约兰离弃 耶和华 他列祖的神 他又在 犹大珠山建筑秋潭 使耶路撒冷的居民 行邪淫 诱惑犹大人 先知以利亚 答信与约兰 耶和华 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 因为你不行 你父约沙法和 犹大王雅萨的道 耐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行邪营 像雅哈家一样 又杀了你父家 比你好的诸兄弟 故此 耶和华将大灾于你的百姓 和你的妻子 儿女 并你一切所有的 你的肠子必患病 日加沉重 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 以后 耶和华激动非力士人 和靠近古时的亚拉伯人 来攻击约兰 他们上来攻击犹大 侵入境内 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 和他的妻子儿女 除了他小儿子 约哈斯之外 没有留下一个儿子 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是约兰的肠子 患不能医治的病 他患此病缠绵日久 过了二年 肠子坠落下来 病重而死 他的名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 像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一样 约兰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 他去世无人私墓 众人葬他在大卫城 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 耶路撒冷的居民 立约兰的小儿子 亚哈谢接许他作王 因为跟随亚拉伯人 来攻营的军兵 曾杀了亚哈谢的众兄长 这样 由大王约兰的儿子 亚哈谢做了王 亚哈谢登基的时候 年四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一年 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 是案例的孙女 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 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 使他行恶 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像亚哈家一样 因他父亲死后 由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 以致败坏 他听从亚哈家的计谋 从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 约兰 往激烈的拉末去 与亚兰王哈薛征战 亚兰人打伤了约兰 约兰回到耶斯列 依据在拉末 与亚兰王哈薛打仗 所受的伤 由大王约兰的儿子 亚萨利亚 因为亚哈的儿子 约兰病了 就吓到耶斯列看望他 亚哈薛去见约兰 就被害了 这是出乎神 因为他到了 就同约兰出去 攻击宁室的孙子耶护 这耶护是耶和华所告 使他剪除亚哈家的 耶护讨亚哈家罪的时候 遇见犹大的众首领 和亚哈蟹的众侄子 服侍亚哈蟹 就把他们都杀了 亚哈蟹藏在撒玛利亚 耶护寻找他 众人将他拿住 送到耶护那里 就杀了他 将他葬埋 因他们说 他是那尽心寻求 耶和华之约杀法的儿子 这样 亚哈蟹的家无力保守国权 亚哈蟹的母亲亚塔利亚 见他儿子死了 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 但王的女儿约十八 将亚哈蟹的儿子约阿师 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 把他和他的乳母 都藏在卧房里 约十八是约兰王的女儿 亚哈蟹的妹子 祭司耶和耶大的妻 他收藏约阿师 躲避亚塔利亚 免得被杀 约阿师和他们 一同藏在神殿里六年 亚塔利亚 串得国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